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總算波雲見日 水氣明顯減少 這個颱風影響呢 可以說是告一段落 這次共辦效應呢 沒有那麼的強 如果我們預期喔 其實共辦呢雖然是共辦 但是有強弱之分的 現在來看的話台灣水氣減少 東半部迎風面呢 東北部還是偶有一些陣雨 但是大致上都在減弱當中 這邊呢一片的晴朗當中 也沒有什麼颱風的訊息 所以請大家好好把握 趕快趁這幾天 第一件是可以把這個厚重的棉被衣物 趁這個週末曬洗一下 真的曬洗一下 冬天的衣服可以真的在準備喔 至少拿一半以上出來了喔 當然很厚重的還不用 但是冬天的衣服可以換喔 那夏天的衣服呢瘦掉 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目前來看的話這個下禮拜 四五喔可能有一些東北風南下 不過不是很強 那未來呢都還是看北方喔 目前北方高壓呢一波一波的南下 溫度會明顯的降 那未來呢大概有七到十天 似乎看起來沒有颱風的訊息 但是呢到了月底 可能還是有機會會發展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還太早喔 這個時候 秋天的颱風變化很多 我們看看就好 各位還不要太過擔心 但是大致上呢未來到月底之前 還是看北方系統為主啦 溫度呢這幾天很穩定 各位有沒有看到很穩定 北部呢二十六七八度喔 然後預計呢到了禮拜四禮拜五就會慢慢的往下一波的風面會再下來 跌一下下喔 這個慢慢就跌跌跌 一陣子就跌一下喔 不是一下子就降到這個寒流喔 慢慢的降慢慢的降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最近的變化喔 這種東北風的天氣一波一波的往下降 可以準備一些幻境的 可是南部呢你看 24到30度 所以有時候呢為什麼我說 夏天的衣服還可以留三分之一啦 因為你有旅遊的話 其實南北的差距是蠻大的 這個穿著是完全不一樣的 請大家多留意 那哪裡會下雨呢 大致上就是東北部的迎風面 隨著東北風還是偶有一些短暖線的增雨 這都很局部喔 其他地方呢都是多雲到晴的穩定天氣 都可以看得到陽光 請大家好好把握喔 那這幾天呢大概都是很穩定的類似 像這個就是迎風面短暖線的陣雨 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喔 那今天晚上呢各地的天氣還不錯啦 東半部迎風面偶陣雨 那其他地方 南部呢就要留意空氣品質 那大致上呢天氣都還算還不錯 那明天呢就回溫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台北267度 北部267度 中南部呢30 31度 這就又回到前幾天比較舒適的溫度 請大家真的好好把握這幾天 有陽光出來的時候就多曬洗一下 這個棉被啊 那東半部呢就要碰一點運氣了 可能白天的時候 有一點陽光出來就要好好珍惜 下午的時候可能會下一點雨 請大家多留意了 我們給阿遠今天也建議喔 回溫轉型的好天氣 請大家好好把握喔 可以多曬洗一下衣物 準備冬天的衣服 可以準備有一點換季了喔 但是不是最厚重的喔 是一般進入秋天冬天的時候那種衣物 那中南部呢可以說是更穩定的 請大家留意一下空氣品質 目前來看的話 穩定的天氣只會到下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之後 有一點小變化但是不會太大 各位可以放心 但是溫度會稍微降一點點